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Cosabatran 然后今天的Cos是 哈尔的移动城堡里面的哈尔 是我童年一部很喜欢形容的作品 Cosplay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兴趣 它也算是我把它当作是一个艺术 就我没有自己想要诠释的 所以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一个Cos 然后在服装制作 在假发或者是化妆上面 每一个Cosabat也有自己不同的想法 自己不同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艺术 然后每个Cosabat自己都是一个艺术家 我会选择自己选一个 适合角色符合主题的一个场景来拍摄 其实我本身非常不喜欢在场内拍摄 在场内拍摄它的景也好 人潮也好 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出来的效果 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自己 为这个角色去找一个适合它的景 然后拍一套照片这样子 有趣的小插曲 我觉得是我第一次Cos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Cos什么都不会 然后那时候服装我不会裁缝 然后我是直接用那个双面胶把整个衣服粘出来 然后那时候是第一次Cos 然后是在我把它带去学校 然后就非常尴尬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化妆用真法 然后那个眼线我直接 我直接用那个marker pen画上去 所以整个就非常尴尬 不过我觉得也是挺有趣的 于是每一件事情都值得去挑战 不过我本身目前比较想挑战的是 一些比较重盔甲的角色 因为我本身没有尝试过那一类角色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挑战 就是在修夹发的时候 不会去用剪刀 而是用那个刀片 就剃眉刀这样子 然后直接从上往下削 你就会有那个层次感 这样子也比较省时间 修出来的那个弧度 还有那个层次感也比较好看 然后第二个是 就是提亮方面 其实我不要鼓励大家去 在阴影还有提亮这方面去 做多点研究 因为提亮跟阴影方式不同 也会影响你整个妆感 大家好 我是巴全 非常谢谢你们对我 一直以来对我支持 然后在以后的course中 我也会尽全力 给你们带来最好的作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